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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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思考啊,其实是从这个 冯胜平的一系列的上书以后啊 一直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对 冯胜平的一些批评 就在于基于中国政治的现实 甚至基于法、学理 认为冯胜平上书是 是比较荒谬的 或者是比较可笑的 或者是没什么意义的 但事实上 冯胜平文章所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过那些符合常理的 符合逻辑的 符合学理的文章的影响 这就使我一直在思考 一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在专制社会 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 很多的转型我们都知道 尤其是根本性的转型的时候 往往都是比较突发的事件 一个意外的事情 其实这个意外的事情 后面隐藏的因素呢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不符合逻辑的 有些东西就是不符合常理的 有些东西就是比较荒谬的 但是因为它 它的意义就是 它启动了某一些板块 启动了某一些因素 结果它所产生的 后面的结果呢 就出乎了一个 原来你可能是正常的方式 就是合理的方式 或者是符合常理的方式 都达不到一个目标 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讲 即使曹思源在一定意义来讲 他也是这么一个人物 我80年代认识曹思源的时候 我就去 以为是一个上访的人 全的这个 就是说 原来我们开完会 每个人都是趾高气扬 一起风发在开会 原来到了门口吧 有个人 拉着他符印的材料 散发给大家 一次两次都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知道他当时正在推动 这个破产法 其实当时无论是 这个法理来讲 推动这个破产法 是很可笑的 连产权都没有 推动什么破产法 产权都不鉴定 没有基本上的产权 怎么会推动破产法 从北京无论是提改所也好 还是理论界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 只是偶尔会提到破产这些词 也许是他们提改所读过一些内部讨论 但是从官方来讲 从中央决策体系来讲 基本上没有一个符号说是 可以搞破产法也可以不搞破产法 但是80年代的时候 就是一个思想不幸的时代 什么想法虽然是荒谬的 但是也没有人亲来一举的去否定它 在这时候出来了一个 这么一个曹思源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清楚了这个产权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理解和了解破产法 但是它就是这么推出来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找了两个很重要的基地 而这两个政治基地恰恰是 当时候的政治最重要的明星 一个是沈阳的李昌春 一个是武汉的吴光正 当时我见吴光正 当时好像是一个技术人员 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两个人 也未必是得到了中央的指令 给了他一个信号说 你们可以搞破产法 但是曹思源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身份 因为那个时候的提改所 好像也是代表中央还是怎么样 或者中央党校是代表一个中央 反正对于这么一个 没有政治根基的地方 的政治明星来讲 进行某一种破产法的当时的试点 也成为他们的某一些改革意识 或者改革动作 不管是自选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表现出他们这两个人引人巨目 所以曹思源在那个时候 跟他们就形成了某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 根据我后来所了解的观察 我后面所得到的信息 并没有说中央社会在沈阳和武汉试点 没有感情来着 否定某一个人提出一些改革的想法 所以曹思源这样一种 并不符合政治官僚框架 也不符合水里的这么一种行为 后来就继续上瘾了 那么89年的行为 其实也未必是那么很清晰的 一个说我们要开一个会 马上就去罢免李鹏 或者是说要去把邓小平拿下来 接触老人政治 很多常委 因为你要去办法他都不营业 有的人身体也不太好 有的人对政治呢 因为我们总是认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从事了几十年五六十年 应该是老间俱化的 应该是身世俗虑的 因为这些老人我认识很多 其实未必是这样 很多都是糊涂糊涂的 一听说曹思源讲了 我们要开个会议来讨论一下学生问题 现在有些人就是签字了 有些人电话人就答应 你就代表我签嘛 其实也未必是搞得那么清楚 但是他创新的一种 附设的政治结果是什么呢 他就可能通过体制内的一种合法的方式 我们当然知道 如果从学理来讲 法理来讲 他根本就是人大代表 或者人大常委 根本不是选举产生的 但那个时候的政治空间里面 就给了这些一个体制内的合法符号 然后用这种符号 再来去解决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他有一些政治的运作和政治的后果 他未必是符合逻辑的 未必是我们认为是进行计算的 未必是他真的就是符合某种学理 在他由于在转型过程中间 他这些因素附设处所产生的后果就不一样 曹思云他可能并不清楚这个破产法 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确的法律定义 因为他根本不是学破产法的 他也不是人家意义上的法学家 但他不知道在哪篇文章里面得到这么一个符号 原来启动了对中国的产权讨论 最终中国的私有就在某种情况下的 在建立后来国有企业的整个变革 跟他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逻辑结果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我们有时候不要去嘲笑 或者是他看抵了某一些政治的某一些动作 有一些动作 你不能太多地在学理上去否定他 或者真正是最精彩的 有时候他就会带来很多的后果 如果曹思源在常委开会的动议 不管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精明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还是糊涂糊涂上了这个责权 还是他懂不懂开会的这种含义 他只要坐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可能会颠覆整个体制 这是他真正的意义 这也是冯上平的文章 他能够在中国体制的某一些变化的很重要因素 因为在一种沉闷的 一种传统的政治的情况之下 你却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去把它改变 否则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 某一些异动它就可能会带来很好的结果 当然也可能会带来很好的结果 像冯上平搞了半年 党主力已经没有搞出来 搞了一个党的皇帝出来了 也是可能的 这是很难入估的 这也是有人会批评冯上平的 一个很重要的担忧 因为我美国之间在曹思源出世了以后 写了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非常好 非常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访问了我 那么我里面讲的一个就是 曹思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 绝无仅有的院外活动家 像他这样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的毅力 有毅力的人还是很多的 但他同时能够捕捉到中国社会最敏感的一些点 这些点体制内没办法推动他 体制外通过一个反对派运动来讲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要通知一个体制内的一种互动 他家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某一种模糊点也好 会产生一种互动的效果 从来就使他那些话题必须要修改宪法 那民主人士对民主宪政的理解 对他那个修改宪法是简直觉得不可理解的 你修改有什么用啊 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 但是正是因为他能够推动某一种 又不完全是来自于官僚内部的那种修改宪法 那么他这种带有某一种 或者是按照周渡他们的话来讲理性的 良性的这么一种跟体制内的互动 他有时候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觉得吧 就是现在的政治是网上争论很多 因为我在这方面研究很少 没有这个学问 没有这个根基 当然还另外一个是也没有这个时间 我也不太喜欢去争论这些东西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不管你是激进的也好 还是理性的也好 不管你是体制内的也好 股东体制内的也好 还是体制外的也好 还是体制外的也好 大家其实是各省神通 如果看到某一些推动的话 有一些作用 你就鼓掌一下 你不要请那一举去 用某一判或者某一个 当我们作为一个思想者 或者是作为一个层次政治活动的人 他往往是比较固执己见 财善固执 但是呢 其实在现有的这种政治的平台里面 我们应该不能听那一举 否定任何一等 可以带来中国政治变化的因素 曹徐云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个顶峰 至少他的破产法 至少关于修宪的讨论 引起了很广泛的官聚 而且尤其是破产法 对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制 应该产生了很好的这种作用 但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种动作 现在不是太多了 是几乎没有 你看我们能够再找到一个 像曹徐云这样的一个人 对吧 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像 像曹徐云这样知名度的人 也就产生影响力的人 每一个顾及的时候 还跟我们携手挖室来 找不到了 你找到一个他可以持之不衡的 跟你打电话 我最怕的是接老曹电话 因为老曹一接 一打电话了就要跟他出书 我说老曹 我这个跟你赔一本就不错了 不能直接我赔啊 对吧 就是他这样一种就是 一本 不是ABC 是什么 世界新增潮流 这个不行录 这个不行录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主要是延伸出来 刚才我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所谓头发性的变化 就是我们不可预测的 所谓不可预测的 就是不合常理和逻辑的 和学理的 所以我们讨论的时候 尤其要谨慎一点 至少要留一个后路 至少留一个空间 给各种进行不同层次活动的人 人士一个空间 一份尊重 不要请内举去否定他 你能够坚持自己的东西 是非常好的 但是不要坚持自己的东西 积累在一个 撤毁别人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大家都是在一个 不同的体系里面 不同的方向里面思考问题和运作 我是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